就是那个奥运村你也有参与那个设计的那个工作在里面吗 然后现在那个奥运村不是用来那个 让那个有有这些患者就是暂时住在里面吗 你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或什么 好像这只是一个提议但最终呢没有实施 哦最终没有提议哦好好只是只是只是提议而已 我还有一次已经已经在进行了 是的他一开始呢就是说大家预算就是预测感染人数 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呃病房肯定是不够用的 那住在哪里呢这个奥运村 嗯呃就是说选手入住之前现在是空置的状态 是一个就是说条件最好的一个就是说选择 就是怎么说呢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 首先他床位够了 嗯 其次呃奥运村里面有很多医疗设施 哦 嗯 就是说他的条件非常的优越 嗯 就是说而且已经是建好在哪 就在那等你去用了嗯 连床已经铺好了嗯 但后来后来因为没没这么严重是吧 对因为这个好像是感染人数没有就是说预测的这么多 然后呃东京的租了很多酒店嗯在酒店里就是他他们的管理方式好像是呃就是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去送到医院去专门去治疗 嗯然后病虽然感染但是呃病情不是很严重是住在酒店里边隔离这样去分批管理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病床呢就不会说呃虽然我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还站着一个病床结果下一个下一个比较严重的病人就没有病床他住不了医院了嗯为了变这个情况所以呢选择这种分批管理的 而且而且而且这样那个酒店没有这么多就租的酒店好像也就够用了嗯这个状况而且这样那个那些租的酒店他们也有生意啦就是不会说因为没有游客然后他们就就闲置啊 对对因为没有游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控制的状态然后政府把它整动的租下来他们也有一分收入 尤 têm 了 objective了 你会不会乱留吗 所以说收入 OOCH 欠缸给了右词 quickly 就是 Remember